今天早上 國民黨的委員邱毅 那麼利用在立法院法治委員會質詢的這個機會 那麼躲在言論免責權的底下 那麼用抹黑攻擊惡劣的這種選舉的手法 那麼抹黑蔡英文主席18%優惠存款的這個事情 那麼甚至啊 用不實的這種指控說18%的優惠存款蔡英文主席 並沒有去做這個宗旨 沒有去做這個結清 這個完全不符合事實 那麼經過黨團跟中央黨部的查證 在今年的1月14號星期五 蔡英文主席已經正式去韓台灣銀行 表明要結清優惠存款的帳號 並要求台灣銀行停止支付優惠存款的利息 而且在1月18號星期二 正式啊 正式啊 與經辦人 那麼來辦理完成相關的結清 停止18%的這個優惠存款的這個作業程序 所以以上的這一些資訊啊 完全台灣銀行那邊是非常的清楚 那麼法務部 啊 對不起不是法務部 是考試院 考試院啊 權虛部 不應該啊不清楚這個事情 那麼邱毅委員也不應該啊不經查證 然後利用這個言論免責權 在立法院以質詢的這種方式啊 來抹黑 蔡英文主席 我們建議啊 蔡英文主席必須要對這個抹黑的攻擊 提出法律的這種反擊啊 必要的話啊必須要去提告 那麼來制止這種謠言的傳播 我們也啊要求邱毅委員 就你今天的質詢 必須要提出相關的資料 你說蔡英文主席沒有去結清 請你把資料拿出來 如果你不能拿出資料 信口開河 利用立法委員在立法院 質詢言論免責權的這個法律保障 來躲避所有的法律責任 來當國民黨負面選舉的打手 那麼全民應該予以唾棄 我們也啊呼籲邱毅委員 當一個有格調的立法委員 如果說你只是為了當選舉的打手 那麼不負任何不死言論的責任 那麼你就是不夠格啊 繼續啊在立法院啊 為民喉舌 你就必須要退出這一次的立委選舉 你就必須要為你的不負責任的言論 負起所有政治的責任 好謝謝